这是股市 谈完股市来谈房市 今天又是周末了 所以假日去哪看房呢 最近房地产真的很热 热得不得了 我们前两天才跟大家讲过说 我们跟着授钱院买房子 可以赚一倍对不对 如果你看懂了重化区的话 那何止一倍 重化区就是一个藏宝图 重点你要知道 宝埋在哪里 重化区怎么挖宝 对对对 跟着重化区买房子来 我们看信仪计划区 22年的高龄宅 每平140万 先从信仪计划区开始看起 好 我们从信仪计划区的经验 来看看到底怎么挖宝 这是民伯70年 小弟才这么高的时候 OK 信仪计划区长这样 很简单 它的区块就是松仁路 信仪路 这样子一个十字一切 这边叫商业区 这边住宅区 这边住宅区 我早知道那时 买一堆土地起来放 你客气买一个红绿灯 右边好不好 因为我记得早年 信仪计划区那边什么靶场 你有赶上 荒芸漫漫 我妈妈那个时候赶上 那时候买一个红绿灯 右边温刀好不好 这个时候推出来 民国70年 是李登辉市长的时候 那时候刚推出来 第一个案子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们众议的前辈 叫胡瓜 胡瓜有吗 瓜哥当时买的时候 这边一瓶16万 什么概念没概念 仁爱露一瓶14万 仁爱露才14万的时候 我们瓜哥在那边买那个16万 被人家笑得要死 就后来盖了两年 起来后 这个是哪里 我应该搞不太清楚 这个就是信义露 信义露 这边是101的对面 OK 这边一个老房子 然后那准预售的时候 16万 起来的时候40几万 两当晚 现在就别说了 现在就别说了 百晚 好 这是民国70年 我们再往下看 一不小心到了民国83年 83年发生什么事情 台北市政府盖好 好 我们最后来看这样的一个图 川普应该蛮喜欢的 因为红的很多 你们明白 OK 这个叫商业区对不对 这还是住宅区 住宅区 这个时候 这个阶段推了一个 很重要的案子 叫国王与我 国王与我 听过吧 很有名 知道 当时在卖的时候 景气奇烂无比 说卖了50几万 就后来说卖两户 谁 国王和我 好不好 两户 只卖两户 没有 那是笑话 但是就代表那时候景气不好 那时候都市计划 化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感觉还不错 但是也景气 跟外部景气有关系 好 我们再来看 第三阶段 89年 89年就有一个非常重要 叫台北曼哈顿计划 听过吧 这个计划就出来 你们发现 以前只有这边红 现在这边也红了 这边也红了 川普更高兴了 对不对 这个阶段推出一个 非常重要的案子 叫信义富邦 首次大胆挑战 70万 OK 70万 好 那这个时候呢 这过渡到下一个阶段 这是第二次通盘检讨 到第三次通盘检讨的时候 有个重点 2004年台北101 盖好完工 就开始破百 破百了 我们看一下房价的状况 我们看一下 在这么40年过来 房价什么概念 谁在40年前知道会变成这样 早知道 我们就看这几年 2013年100多 100多 到现在100多 我们刚刚讲 瓜哥最早买是16 所以这个概念 你就算拿115算的话 7倍多 对不对 7倍多 好 现在里头的新案 都是二字头 200了 不是20几了 还有个神奇的案子 那个转转转转转 那个喇叭 好不好 神奇的案子 我们就瞻仰就好了 好不好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案子 但我们看到 新进化区 它是都市计划 是摸着石子过河 我们看到它是这样上涨 它是慢慢这样上涨 但后来就有一个 比较成熟的案子 因为它越慢开发 很多经验就累积了 所以一个成功的案子 叫新版特区 有没有新版特区 新版特区 已经没有花那么长的时间 对 就很快 就很快 新版特区 台北县政府 现在新北市政府 是2003年完工 2004年 这个绞交推出第一个案子 38万 OK 新好 然后后来 这个新北市推出一个 非常有名的 桥上的峰 那个 桥上那个峰 桥上峰 那当时开始卖的时候 50几万 后来涨到破百 现在又回来 对不对 破百啊 接近到三位数啊 所以那是新北房价的天花板 所以这个成熟的都市计划 它发展了几年 有个重点 2012年大原版一完工 新版特区开始塞车 OK 就代表它的繁荣气象 已经出来了 那我们刚刚讲了 我们从新议计划区 40年来涨了7倍多 我们都要看到新版特区 来 房价 我们看一下 新版特区的早年房价 那时候是多少 2004年 刚才开始的时候 十几万 大楼17万 其他我们公寓就不要比了 5年就35 5年就double了 一倍 一倍 对不对 就double了嘛 就double 好 所以我们这样的经验告诉各位 就是说 其实这个速度跟它发展的模式会越来越快 那我们现在再告诉你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那下一个在哪里 这十年 你这十年发生什么事情 有奢侈税 有房地合一税 是不是打房打乱七八糟 对不对 现在还说要打 对不对 那这十年你知道 中华民国长得最多的十个区域在哪里 现在报给你知道 好 来 第一名 罗州 是卢州啊 你没有办法想象 108% 108% 你看 这十个是助产达之做的调查 武杰在宜兰 罗东在宜兰 桃园 大西 大园 对不对 壮围 宜兰 龟山 新北就两个 卢州和林口 对不对 好 你看这十年 这十年长最多的 第一名竟然 是卢州 你没想到 待会儿我告诉你 还有个更厉害的 给你看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 到底卢州有什么改变 为什么能够长福夺冠 微风轻浮淡水河畔边的卢尾 优雅的白露丝 让摄影人忍不住住竹竹 全家大嫂一同骑着单车 特别的惬意 从河岸俯看 忍住水岸城市 新北市最宜居的生活环境 就在卢州 眼前这片区域 正是卢北重化区 面积157公顷 有住宅区 商店区 医疗用地 和观光休闲区 都市计划最快明年过关 将会大变身 哈啰 监制 嗨 佩琪 每次来到城中心 我都觉得超舒服 这边是绿意盎然这样子 而且听说你们最近这边超红的 是卢州的黄金地段 主要是因为我们最近 几乎每一组客户 在问我们城中心这个案子的时候 都会顺便问一下我们后面的整块重化区的规划 它住宅区的规划来讲 花只占整个重化区的一个40多公顷而已 它有100多公顷 它其实是用来做其他的商业配套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那三重 卢州 五谷 它其实缺乏的是一个 比较大型的一个医疗机构 对 对不对 它其实后面的重化区来讲的话 它其实就有预留这样的一个空间出来了 而且这个重化区来讲的话 因为它早期是农业地在做开发 所以它未来整个农业 那个重化区的开发来讲的话 它是维持它的一个低建壁 低密度的一个开发规划 所以它保留大量的绿地以及公园 哇 这样听你讲起来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边的悬温度那么高 因为看了那么多房子 大家最喜欢就是低密度还有高绿负绿啊 那这边两个都具备 也有一些机能 所以整个是非常适合全林来居住 你们的坪数规划 有很符合这个族群吗 当然啊 因为我们像现在的规划来说的话 不管像是71坪 或者是64坪来说的话 我们完全是符合目前三代人 不同的一个需求 去做定义的 因为我们这边来讲 包含全林化的一个公共设施 那超过6000坪的中庭花园 而且我们门口捷运站 完善的一个交通规划 跟动线 然后比较重要的是 我们后面整个一个 品效来说的话 很多人会一分钱一分货嘛 那我们这边的公设比27% 超低的 现在随便都是30以上 非常超时 CP值超高 而且它不只是有整个一个CP值的概念 它同时也是结合非常漂亮的一个水岸景观 跟整个一个大山大河的一个美景 直接吸过来我们的住家里面 其实像我们现在的规划篇数来讲的话 71跟64坪嘛 那特别是我们在71坪来讲的话 它其实可以直接享受到 外面一般捷运宅享受不到的东西 就是景观 哇 你说在房子里面就开的套 对 非常漂亮 有没有兴趣 当然有啊 来 我们这边请 好啊 来 哇 这间是木质设计耶 而且现在大家都喜欢这种开放式的空间 没有错哦 来 我们坐 谢谢 那其实像我们这边呢 那我们另外也有找到非常多的设计师 然后他的一个室内装修团队 来符合我们目前来讲的话 所有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客户 满足他的一个室内装修需求 可以根据他不同的一个空间尺度 来做一个搭配跟设计 就像你刚刚说如果是三代同常的话 他也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规格 当然没有问题 所以这样子就省去那种大家就觉得最麻烦就是要自己去找 对对对 方便 可是你刚刚不是有讲说这边可以有景观吗 没错哦 要不要看 好啊 那你要啊 好 这就是一个在自家阳台就能看到这阳明山加淡水河的概念 很漂亮对不对 超漂亮的 其实啊 像我们这边未来的景观来说的话 绝对不是只有单单的像是大淡山 然后淡水河的一个河岸景观而已 因为像我刚刚提到说我们未来整个转化区的开发完成之后 它这边保留大量的一个绿地跟空缘空间出来 然后去做一个全新的开发跟规划 然后这边的话其实你会发现 它未来会变成说鲁洲 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花园水岸城市 建志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这里未来不只有美景 包含了医院然后商场全部都进驻过来之后 这里整个发展是非常的好的 对 那未来呢 其实现在这个时间点入主城中心的话 可以说是最佳时机 未来这边的发展可以说是令人非常期待 我看了画面吓一跳 颅宙跟过去的颅宙完全不同 你还当颅宙是乡下 开什么玩笑这不得了 对不对 你知道这块都是计划图 这块都是计划范围 157公顷跟信仪计划区差不多 信仪计划区是153 所以买重划区最重要的关键是 你要搞清楚 对 都市计划怎么规划 来来来讲几个重点 第一个我们先讲商业区 它这边四块商业区 大概一万坪基地 阿贯你常去信仪计划区逛那什么 星光山越对不对 你知道一个百货公司基地大概多少 不知道对不对 2500多坪 这一万坪就代表四个星光山越 讲完了 这样你懂我意思吗 OK所以商业区是这边 好第二个部分 商业区是全家带口去逛 第二个老人家怎么办 医疗用地 医疗很重要 医疗很重要 所以医疗用地的部分 搞定老人家就安心了 然后商业区搞定 还有个重点什么 你看公园绿地 公园绿地非常多 这个地方有15个公园 15公园什么概念 阿贯 民生社区 有没有feel 有 左一个右一个 有一个对不对 一大堆 15公园这样密集来 小朋友搞定 念书 国中国小 什么全部都有 所以搞定 我们来讲 一家子的状况是 老人家 有医疗用地 安心 小朋友 有念书的部分 安心 有15公园 全家都安心 有4个百货公司 全家都快乐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重画区的好处就是 它是棋盘式的规划 对 所以它在里面的街库 会非常漂亮 非常整齐 而且不会有那个 黑黑糙糙糙 过来十年那个老厨 台北市 在天龙国 有没有很多巷子 弯来弯去 弯来弯去 开得进去 开不出来 那种地方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讲 这个地方 它的生活技能 我们先简单讲 捷运站一通之后 卢州 我刚才讲 为什么十年来 涨了一倍 因为捷运就是 对不对 就是卢州站 三明高中站 卢州这三站 徐慧中学 最近旁边 忘得不得了 我们先看看 这张生活技能图 你光是看 黄金拱门 有没有看到 黄金拱门 有没有看到 只要这个 白当劳都是为你 对对对 只要有黄金拱门 大概就熟了 然后那个 七七七七七 到处都是七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 所以生活技能 已经熟了 好 有一个重点来 刚才都市计划 这次创中华民国 有史以来 最特别的一个状况是 你知道卢州 当时的都市计划 规定目标人口数 只有17万 就都市计划 还没有完成 已经超过20万 就变成是 以前重划区 是不是还要等长草 等长房子 以前那种风低草 风吹草低 见牛羊 养很久 市场发展 逼着你政府 赶快都市计划要完成 这是中华民国 有史以来 所以新的重划区 速度就快了 对 而且经验又好 再来 它的交通 好不OK 先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交通的部分 一高 OK了吗 连同全台湾 64 65号道路 连同新北南北 然后永安桥 重阳桥 这是不是到北头 士林北头 天母的感觉 好不好 天母的感觉 所以这个生活技能 没问题 到台北车头多少 10分钟 15分钟 你就觉得说 卢州乡下 错 到台北车头15分钟 到机场才20分钟 所以这样的交通环境 其实是非常OK的 房价怎么反应 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房价 OK 问题他已经是 小福第一名 你已经讲很多了 你比起板桥 新店 什么永和 那讲到哪里去了 你要想 卢州是台北市的 第一站 第一圈的地方 我们刚刚讲 板桥 什么新店 永和 都七字头 八字头去了 他就算涨了一倍 还是这些最便宜的 OK 好 我们来看 就是这几年 2010年 卢州县通车 4249 那中间有下来点 为什么下来 这是房地合一 一定要下来点 不然不给 不给政府面子 一定要下来点 好不好 但是后来就不理他了 OK 后来就一直上去 那现在目前的中古屋 因为这个事况 维持得很好 所以中国进了起来 大概中古屋 还有将近40万 新的房子大概就50万 要不要追 可以等等看